摩天轮是一个城市里面比较浪漫的东西 而摩都已经有好多个摩天轮了 在这个西藏中路上面 大家就看到是吧 在锦江乐园也看得到 最近在这个深坑 世贸深坑公园呢 也有一个48米高的深坑之眼摩天轮 在世贸金陵之城 这个东西转一圈要11分钟左右 可以俯瞰酒店的全景 本来就是一个深坑 你看你可以从底下转到上面 上面转到下面 这是挺好玩的 摩天轮拥有26个四人位的景观叫香 粉蓝 橙红 亮橙 嫩黄 白色 马卡龙配色 少女心满满 非常的浪漫 而它的底部是全透明的 这是有四个隐藏的透明VIP叫香 让你得以360度全方位的观景 而VIP叫香是不额外收费的 全凭运气 赶上了就是 赶不上就不是 当然对于有些胆子小的人来讲 可能脚底下是透明的 这个坐在上面的感受可不是很舒服 因为在这个深坑边上有透明的那个栈桥 我曾经走过一次 这个孔高啊 站在上面还是腿发软 非常的这个刺激 而在这个升到顶端的时候呢 远眺蛇山天马山等云间九峰 宝览上下有180米高差的这个松江风貌 整个景色是非常漂亮的 有山有水 有这个深坑 这个摩天轮开放时间是10点到18点 包含在深坑秘境的这个门票当中 不再另外收费 去就是排队啊 所以带着小朋友去 不仅可以看这个深坑酒店 还可以到这个南京陵乐园里面去玩 所以在这儿拍照 也是蛮不错的 尤其在这个深坑 这个南京陵乐园里面 可以和这个摩天轮合个影 非常的棒 最后要告诉你的是 深坑秘境的门票 成人是130块钱一张 儿童是65元每张 不含飞跃深坑项目 那个项目也蛮刺激的 哗飞过去 而这个南京陵乐园和深坑秘境 是两个公园 南京陵乐园的门票是 成人160元每张 儿童80元每张 要把两个元连在一起买票的话 是成人220元每张 儿童120元每张 所以真的如果人多的话 一家人去还真不如到 深坑酒店里面去订一个房 开一个房 在那吃一个下午茶 也挺不错的 所以这个松江的新景观 那春节期间 可以有空的话 去那里玩一下 你想不想去试一试呢 电苏 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